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今年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从这个月开始 今年杂志新开了一个系列专题 实际上的系列专题的名称叫做 真实餐桌 实际上真实跟餐桌 它是两个名词 我们是吃当用餐的地点 是在餐桌上还是站着 还是在便利商店的一个小桌子上 所以这个议题谈的 不仅是一个生产 还有最后一个消费的问题 谈这议题有两位来宾在我们现场 第一位来自我们的 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的 黄淑德黄女士 你好 总编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黄淑德 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硕士 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理事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常务董事 台北市食安委员会委员 推动食品安全政策以维护食品安全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经典杂志的 特约传书也是这一篇的 的撰稿的我们的淑婷 淑婷你好 总编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淑婷经典杂志特约传书 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毕业 曾任报社文字记者 获第六第七届 优质新闻奖专题报导奖 著有有田有木 自己自足 透过参与农村的生活 书写他所关心的农业议题 身处于外食解决的时代 孩子们放学后 不再回家等着吃晚餐 而是坐在便利商店解决 上班族精致的商业午餐 却对用油及食材何处来 一无所知 吃饭不再只是张嘴那么单纯 餐桌上的风景 也不再是拿着菜篮上市场 下锅热炒那么直接 我们正被卷入一场风起云涌的 全球饮食文化革命 当然从这个角度上 来引申出现在的一个吃饭 不像是你我的一个年少的时期 通常是家里吃的 所以整个的一个情况回到来讲说 那你开始思考说 他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 然后为什么没有跟 在家里一起来吃晚餐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形状 到现在整个社会形态已经改变了 那从这个议题上面开始 就在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家庭的伦理 到餐桌的伦理上 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 所以真实餐桌 大概题目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淑婷也是变成我们主要的一个 一个撰稿的 所以也要请淑婷来跟我们的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大概是在谈真实餐桌的时候 未来要走的方向怎么样走 我们这个题目会有四个方向 就是吃 买 煮 重 那其实大家很简单就可以联想到 就是一个食物从产地 然后到餐桌的过程 我们现代的社会就是因为科技化 还有全球化市场的一个发展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总编提到的 我们吃的东西不再是妈妈去菜市场买 然后回到家厨房煮出来 我们回到家坐上餐桌吃 我们常常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食物 那像首篇的便利商店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篇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到便利商店的桌子去 现在都有座位区 坐着其实大概只要观察半小时 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来吃东西 可是大家不再关心这些东西 是怎么来的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不只发生在便利商店 也包括说我们在超市 到底买了什么回家 然后我们传统市场来的东西 现在都会进到果菜市场 然后再批发出来 那它还跟当年妈妈 去菜市场买的东西一样吗 然后我们回头从 刚刚从吃开始讲 然后现在讲到买 那再回头我们再往回推到说 在种的方面 而种的时候 那现在农夫 我们现在有大农小农 有机农无毒耕种 有各式各样多元化的农耕方式 也是消费者非常陌生的 最后最后我们希望 再把大家带回来餐桌 重新跟大家讲一下主这件事情 因为虽然说下厨的人 非常的少越来越少 可是其实主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代记忆 我们没有人会希望说 未来小孩想到的妈妈味道 是微波炉的味道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就这个真实餐桌的计划 最后再把大家拉回来厨房跟餐桌 好好想一下我们要留下来的 台湾味道是什么 小的你吃什么东西 某方面只是说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但是某方面实际上 它最终的影响会形象到 这个土地的一个发展 还有影响到大家整个的 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稳定 因为我觉得好像太延过其始 但是你可以慢慢地倒过来 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必须 今天再请黄女士来到现场 不由得不佩服她们 在那么多年前 一群有志之士或之父 发起了一个主妇联盟的 这样子的合作这个行动 我想各位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经典这样在做的议题之间 跟你们之前的 在20年前应该有 之前的想法 你有没有觉得 总算它开始逐渐有这个共识了 是不是 食物会变成一个议题 是因为所有的分工 开始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那原来我们的居住的地点 跟我们的生活的地点 以前是定着在一个村落 大概很少就一辈子在那里 所以你吃的本来就是在地的食物 也是过的就是在地的生活 可是都市化或者全球化 把我们认为最有能力的人 应该是跑越远越好 我们本来就已经脱离了 我们所依赖的那个土地 所以食物也是经过了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快速的 就是我们不用知道 食物从哪里生产 谁做的 甚至也不用在家里煮 因为出了门 到处都有可以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地缘性 我们的季节性 还有跟谁吃 在哪里吃也不重要了 因为只要有钱 你随时都会吃 我觉得这个是商业社会 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快速的转变 那这个改变的话 比起像欧美来讲 我们可能是比人家快了好几倍 更何况你可以发现到 现在的现象是 我们基本上都是老外 老是在外吃饭 那相对来欧美来讲的话 可能是一个礼拜到外食一次 那自己准备的东西 大概吃了其他的地方 那我们刚好是相反的 可能只有礼拜天 父母亲才有机会 来准备到食物 跟他一起来吃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面对上的一个疑问 所吃的东西来源为何 谁种的 这都完美就是一个未知 这个未知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苏妮 我觉得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心境转折 因为其实我以前 就是也有跑过很多关于说 食物还有农业的题目 所以我是很少去便利商店吃东西的 那为了写这个题目 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 坐在便利商店里面吃东西 而且几乎每一种 我都会很容易去尝试 因为我非常想知道说 大家去选便利商店 食物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后来的心得就是 其实很少人是因为美味而去的 我们涂的都是一个方便 那这个方便 其实它是建立在 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其实爸爸妈妈 他真的不是不想煮饭给孩子吃 是没有人有那个心理 然后孩子他也没时间在家吃 反正他就是学校 安亲班或补习班 所以便利商店先使 它在这20年会这样快速发展 很大一个部分你也可以说 它是依附着台湾 这种已经变调的家庭生活 所配合出来的 那在便利商店里面 你很难去苛责这些人 因为你会知道说 其实他们都很累很忙 然后在一个舒适的空间里面 其实他就是想放空吃点东西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过来跟他说 一些食物安全问题 家庭的餐桌伦理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那都是没有心力去想到的事情 这是在我写这篇题目的时候 其实后来我觉得最无力的地方 也是觉得说 我们其实应该要就这方面 我们如果日后能够来做一些 检讨跟改变 是要注意到这些事情 是 听懂 实际上是 我一直觉得这好像是 很难去逆转它 如果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构 必须有双亲家庭 才有办法抚养一个子女来长大 那这实在是有办法来改变 小孩子可能从营养午餐 就便利商店 不然就是安静般的一个晚餐 这个是一个好像在这个阶段上 大家没办法去逆改 但是也是我们起心动力来做的 题目的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让大家真正来思考这个现象 是不是 这个是不可以逆转的 但是我们还请教我们的黄女士 以祖父联盟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努力 至少在食物的来源的标示 到你们合作社来购买的 这些的社员们 这数字是增加的 而且增加的还蛮快的 是不是 祖父联盟其实她原来是一个 台湾第一个女性成立的环境保护团体 是 那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说 我们是要来捍卫家庭功能 是 我们反倒是先看到 人是自己认为的安全跟健康 跟安心的生活 是没有办法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是脱离的 因为当环境是开始污染的时候 你不能讲说我自家好 那外面的东西我是不用管的 所以我们及时发现土 水 空气 还有人 是建构我们的生活依赖的 这些生活圈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安全的食物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方式 是我可以跟食物的生产者 直接对应的时候 我知道它在哪里种 它用什么样的理念在维护它对于 从种子到土地到它的收成 那因为想要尝试地把人的关系 重新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从中间跟农友一起学习 食物是怎么样来的 那再来就是说 安全的食物它必须要有一些 我们认为的风险的排除 那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那当然二十几年下来 我们看到的家庭功能的崩解 是因为我们又快速看到 整个社会的商业化所造成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全民要一起面对的一个现状 是 所以我们刚才也很好奇地问说 你现在的水源数是 护士还是增加 但是你也很肯定地跟我们讲 现在是增加的 对 很多 因为连续五六年来的 食安的事件的这样连环 大家也都想要找一个安全的栖息地 安全的栖息地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 那我们一群人来做的时候 那这群人所铺下来的一些做法 可能会得到大家说 那这里不行 那哪还有哪里 的其中的一个选项 是 所以我们还是把题目导在我们这次来谈的 主要的一个便利商店的一个问题 所以是实际上便利商店的食物 它本身看似新鲜 看似很漂亮 但是看起来 难道它背后没有很多的因素吗 是不是在每一个既然都 每一个都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是单一减相一个是安全 它里面组成分子有一千样的时候 那一千个在安全容许的范围之间 乘上一千 那对人是安全的吗 实际上我想这个也是 你在文章里面尝试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我记得文章里面有引述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说以台北市的来证人口吧 然后来算 结果发现说 这些人的共同的一个生活模式 就是他们都很常外食 那外食它就是会加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到底安不安全 可是是非常现代化科技 所产生的化学添加物 可是后来我采访到便利商店业者 其实他们这两年受到压力很大 那他们现在做的法就是他们慢慢正在研发 不用添加物的便利商店现实 那当然消费者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你能不能够选择多花一点钱 就像我们买食材 买有机或是买无毒的农产品一样 你能不能花多一点钱去支持便利商店 做这个食品的转型 让它量够大的时候 它可以量产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会不会这么高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消费者 就站在这个抉择点上 我们希望台湾便利商店先是走向怎么样的变化 其实就看我们进去便利商店买怎么样的食物 是 实际上这边 实际上今天来的两个来宾 刚好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对比 那个淑婷代表的是 在便利商店的大多数在都会里面的一个家庭 所面临的一个现象 那黄老师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我在问你说 实际上到你们的合作是来购买的人 数量一直在增加的时候 可是这个增加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怎么样打破 他们怎么样去准备晚餐呢 他们怎么样去准备给他们儿女来上课 上学的一个食物呢 你有观察到你们那些社员们的一个 一般的一个用餐习惯吗 合作社它跟一般的有机商店 或者是一般的通路 那个或者是餐厅不太一样 是我们卖的主 我们提供给社员的主要是食材 意思是说你回家都要简易 或者是要想办法要料理 所以肉就是肉 蔬菜就是蔬菜 真正把你做成条理包的食物 真的没几样 对 所以其实是在不方便的东西 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说 那种麻烦 那种麻烦是人生很重要 但是很珍贵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叫甜蜜的麻烦 对不对 意思是说我们把生活的自主权 要拿回来 自主权的意思是说 你的能力的养成 是一个是你对真正的食物的 品尝能力 第二个你对于活的的蔬菜 还有就是新鲜的肉 你有没有料理的能力 料理能力是我们带着走的一辈子 很重要的能力 它不是一个外语 也不是你念了多少学位 它是你能不能照顾自己 还有你对于食物怎么来 它是来自于大自然 跟很多人的努力 那我觉得是那种感恩 还有喜福 还有就是能够喂养自己 在营养的调配 跟你的选择里面 一定有包括一个我不选择 或者我拒绝的能力 那我们觉得食物本身 造就了我们的健康 跟我们能够工作 应该有一个很基本的能力 是照顾自己的三餐 那当然不是说你三餐一定要自己煮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能够料理 你有你的品尝 不是品味 你的品尝 还有你决定你怎么吃 跟你吃多少 怎么搭配 那我们很希望这样的能力 是在我们的社员里面 是真是这样的能力的 是 实际上我们过去也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题目 台湾什么都讲便利 所以我们到处都是便利 常常什么都要讲快 那省下这些时间就回到家里 就把电视打开 就不停在看电视 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奇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短暂的一个 我本来讲是极型的发展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不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常态 所以以淑婷来讲说这个 我们先告诉大家 你所观察到便利商店 除了是大家吃饭的地方的时候 也是小孩子新的一个聚会点 是不是 对 其实在放学时间 学校附近一定有便利商店 他们不只是放满 而且是满出来 就我跟摄影的观察 就是里面真的满满都是学生 然后学生有些是吃正餐 因为他们马上要去补习班 有一些是吃点心 然后就是等爸妈来接 那像这个是比较大的小孩 可能就是国小中高年级 或者是说国中生高中生这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访问的一些业者 他们就说比较小的小孩子 一样放学后到便利商店 然后爸爸妈妈是放一笔钱 在便利商店 直接由店员帮他们选择当天的点心 那爸爸妈妈还会打电话 跟店员确认说 小孩有没有准时到那里 然后几点他要离开 对 所以在社区里的便利商店 其实它现在的功能 也是应该说多角化发展 结果他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 安亲班 还是说是一个社区保姆 现在开始增设作业以后 其实他们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希望一个社区里面 有好几间便利商店 甚至一条街就有三间 那你可不可以选择其中一间 作为你固定的便利商店 所以他们很重视这种 跟社区居民的互斗 那包括有一些老人 其实很习惯到便利商店聚会 他们知道说在那边 照顾他们的外籍看护 可以跟其他外籍看护聊天 那他们也可以跟其他老人聊天 所以你在那里 其实你会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 看到老人小孩 带着幼儿很疲累的圈职妈妈 他可以选择在那边吃个点心 吹个冷气 然后再晚一点 其实有一些下工的工人 他们也会想在那边吹个冷气 简单吃个便当再回家 所以那里真的聚集了 各式各样的人 是啊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边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自己直到看完文章 我才真的吓一跳 因为对我们来讲 刚好是反正下班就回家 便利商店不是我出来去缴款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变成 都会区的一个 很重要从早餐到宵夜 然后购买很多东西的一个 社区的另外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搞不清楚就叫便利商店 但是对我们来讲的时候 我们这是谈到跟他的食物 连结在一起 就跟陈璐那个淑婷刚才所讲的 我们完全都搞不清楚 我们真的只是想到这边 可以打发掉时间 可以用我们分身法术的方式 可以来这边来取代掉 这边是最快的可以取代温情 取代托育 取代托额 那什么都在这个地方之后 那剩下的是什么 我们剩下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思维点 那个黄老师早就想过了 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家庭剩下什么 家好像变成你只是洗衣服 跟睡觉的地方 那你剩下来的 可能食物的料理 也不用在家里发生 那很多人甚至说 不用处理厨余 因为我不在家里煮 我就不会有厨余 我也不用倒垃圾 但是相对的就是 便利商店的 那个把它变成是你三餐 或者是你每一天 一定要去报到的地方 它取代性的那个就是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垃圾量 那个家户的垃圾 平均垃圾量可能降低 但是从超商这种一次性 所产生的废弃物的量 是增加的 那这个大家都不在乎 因为它反映出来的是 事业废弃物 它不是每一个人 平均的家庭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 众多的因素里面 不是只有食物 而是说我们整体的 社会功能里面 家庭还剩下什么 人跟人之间 是用手机在LINE 见面的机会不重要 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 可能有很部分都是委托 给这样子的便利商店 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看进去的 除了食物之外 而是说人跟人之间 其实用便利商店来取代 或者它变成另外一个 新的那个功能 是在我们原来想象之外的 是 实际上我们这一篇的文章 我刚刚有找那个淑婷来写 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盘算 因为她现在是当一个妈妈 所以她已经开始在看 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如果你要让你自己的儿子 以后不是变成养父母 是这个便利商店的时候 你觉得你至少可以做到 哪些方面 那我会想我们这一代的孩子 他后来回想起他的饮食机 他到底还剩下什么 他会不会连去一些小餐馆 小面店 我相信总编的年代 跟我们一样 就是我们都会有 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 那一两家餐厅的味道 我们都知道去那边 我们要点什么 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 可是现在小孩就没有了 他们的便利商店 我猜他们以后童年 长大后回忆的不是 相口那家全家 隔壁的莱尔夫 这个排骨便当味道怎么样 还有那一个便当怎么样 因为便利商店的食物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安全 它不会有任何的特征性 因为它希望让大多数人 是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以后没有味觉的特殊性 然后还有它 它对于台湾多元饮食的认识 是非常少的 他们可能吃欧巴米刷的次数 少于吃便利商店的凉面 那这也是我觉得我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 当你失去了饮食的记忆以后 其实你的人生 真的是缺了很大的一块 那我有时候也会想想 我的小孩未来该怎么办呢 我可能就是会 我有时候会让他去便利商店 因为我会希望他知道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可是我会在尽我可能的状况 帮他准备足够的食物 那其实我现在 我的小孩虽然才还很小 可是在我们买菜 或者是准备菜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让他一起参与 让他从一根红萝卜 在市场里躺着 然后直到说他削皮切块 再放在他碗里 我希望他记得这样的过程 那这是我希望我们 给孩子的一个饮食教育 谢谢淑婷 也谢谢我们黄女士 实际上对经典杂志来讲的时候 这个现阶段的一个 真实餐桌这样的议题 所衍生出来 背后谈到了食物的一个伦理 也谈到了一个家庭的伦理 但是我想这个真的是 我们必须来反思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 会给下一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们全体都味觉 嗅觉都变成一致的时候 这个国家有没有 多彩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所种的菜园 所豢养的一个生群 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单一化呢 但是我想这就不是 我们未来所希望 所见到的一个环境 也欢迎下周同学 继续收看我们的 经典.tv 经典杂志七月号封面故事 想望家园 仙台媒体中心 以东风雄的作品 仙台媒体中心 打破了现代主义以来 由梁柱组成的建筑形态 充满成奇 是建筑形态 是建筑迷朝圣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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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